我们继续看这个 闭关熟练100题 77题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涉及到这个数列 所以这个呢 可能有同学呢 不是太习惯 也不是太习惯 但实际上呢 这也是先行代数的题目 有同学可能看到这个呢 数列 这不是那个高数里面的吗 对吧 然后呢又看到 这样的一些递配式 当然A1和B1告诉我们 一个是1一个负1 然后呢 AN呢是 AN-1和BN-1的 这样的一个先行组合 是吧 BN呢是 也是他们的一个先行组合 就这么样的一个 条件的形式 就在做题的时候呢 可能有说 这题出错了吧 这就是高速的题 但实际上 这个是切切无疑的 是先行代数的 然后当然有人说呢 那这就貌似像一个参方程 貌似像一个参方程 但貌似 只是一个貌似而已 实际上呢 像这个地方的话 你说能不能 能不能就相应的把这个 AN呢 给它写成 给它写成AN-1和什么AN-2 AN-2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这个大家可以去琢磨一下 那就能不能把它变成这个 参方方程相应的一些东西 对吧 我们不去将这个BN呢 参户在里头 好 但是这个呢 我们就提供一种可能性 希望大家去思考 但这个题目的话 我们还是用标准的 先行代数的手法来解答 好了 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把它写成矩正的形式 AN等于 是吧 这是一倍的AN-1 再加上两倍的BN-1 那实际上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12这个行向量乘以是吧 N-1BN-1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一行乘以列不就是一个数吗 对吧 那同样的这个BN呢 是等于负的AN-1 再加上四倍的这个BN-1 你可以把它写成 有没有 造操出来造写 准备4的你负1 4是吧 乘以这个AN-1 OK 那由此的话呢 你就把它和写在一起 那AN-1 这就是这个题目的条件 啊 经过一系列的转化 你就还真真切切的把它写成了 呃 这样的我们的线性怠速的 那个 样子 啊 那这个样子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是 哎 一个向量等于一个矩阵 乘以另外一个向量 而这个向量的话呢 那还可以继续的往下推 对吧 还可以再往下递降 啊 这就是 呃 这个题目的条件啊 经过这么一整理之后 啊 你就感觉啊 像星星在数了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解题过程 给大家写一下 好 当然 我看答案了 答案呢 写的还挺清楚的啊 我 我回头看看答案去就算了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 这题目的本意啊 并不是说 嗯 你看到答案之后 从答案里面学到多少东西 更重要的是啊 不仅仅是啊 社会里一种做题的方法啊 而且明白 那这类题目 它还真是星星在数 所能解决的啊 这一类问题啊 这些也是以后可能会 呃 在 是吧 经过的命题里面的一个方向啊 可以再防备的一点啊 就是星星在数 其实还有很多 啊 出题的招数 还没还没怎么太史出来呢 那还没怎么太史出来 当然这个历史上也也出过 呃 像那个什么呢 就是 嗯 就是像什么呢 一个总群呢 等等这样的一些什么羊群呢 啊 像这样的一些生产的 这样实践的一些题目啊 但是 社会在数 尽限点出这样的题比较少了 好吧 这个我们就多说啊 就是呃 这题 这么一转化之后呢 确实可以用啊 确实可以用 好了 那我们就改写 啊 就是用我们的呃 现在肉里面的向量啊 矩阵呢 这一套手法来处理 那写什么呢 就是刚才写的那套啊 一二 负一四 把它写成 哎 我们熟悉的那种形式 好 那由此继续是吧 n-1 bn-1 再往下降一个呗 所以这个呢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了啊 一二 那负一四 啊 它的这个平方是吧 那乘以什么呢 呃 an-2 到这个 bn-2 好 如此如此 这样 那我们去往下再走 走走走走 走到什么呀 啊 当然走到这是1 2 这是-1 4 它在多少次啊 这个啊 掌握这个规律就很好写了 啊 这个角标和这个密次 它的和是等于n的 对吧 这个是1次 这是n-1嘛 这是2次 n-2嘛 那这个角标和这个密次 啊 它的和呢 就是n 好了 那现在的话呢 嗯 就设计到啊 一个方正的n-1次密 所以像这种题的话 明显的实际上是要我们去求 一个方正的密 那 那我们就记 这个a 就它 啊 12 这个-14 啊 我们去算这个a的n-1次密啊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a的是吧 n-1次密 把它 给算出来 那实际上呢 就an-b-n啊 也就能做出来了 对吧 那这个a-b-1不就是给1嘛 啊 好了 所以现在一个问题 我们去做它的特征值和特征像样啊 就是啊 求方正的密呢 有有有好几种手段啊 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般的叫叫归纳法 对吧 你去求出a的平方 a的三次方 如此如此 你得到它的一个规律啊 然后你证明 是吧 这个规律呢 那当然是ok的 对吧 另外一个的话呢 在某些情境下啊 它如果行列对应成比例啊 你可以去分解 是吧 啊 还有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能把a呢 写成一个简单的矩阵啊 加上啊 是吧 就是单位阵呢 或者是单位阵的倍数啊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用按照展开 定理去做啊 当然这个呢 呃 得看情况啊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地方提的 是吧 你可以用这个相似对角化 那来处理 啊 那么1-a的这个行列是 那这个呢 不难做啊 那么的-1 这是 -2 这是1 那么的-4 ok 这个计算量呢 是相当的不大啊 那么的平方呢 这个-5 那么的 加4 加6 是吧 加2 这个呢 一分解啊 那么的-2 乘以-3 所以这样的话呢 a的特征值啊 a的特征值呢 是一个2 一个3 特征值呢 不相同啊 所以它一定能够相似对角化 它能够相似对角化呢 我们需要去解 是吧 我们去解2e-a 2e-a 2e-a 的话 来写一下 2e-a 直接写 这上面就行了 这个太太容易啊 这1-2 就是 又是1-2 所以呢 它的特征向量搞一个可思议1吧 可思议1的话就是 搞到好看点 是吧 这容易啊 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再去做3e-a 3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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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的漂亮的啊 2111 它漂亮在什么地方 它漂亮在它的行列式是等1的 这手一是不2-1嘛 2-1-1 这个太漂亮 这个太漂亮 漂亮到什么程度 它的逆 直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了 我们就有什么呢 我们就有 P逆AP就等于对角正 就是2.3K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A的什么样 N-A次方 直接就写了 那就等于P 2的N-A次方 怎么样 3的N-A次方 这个会吧 计算能力得念 这个是P力 好了 这个P呢 直接写过来 这是2111 这是2的N-A次方 这个题目应该说 在考验里面 如果出到这个题的话 应该说属于非常合理 合理的这样的这个命题 是吧 非常合理的 好 然后呢 这个P的逆 P的逆的话 刚才说过了 P的行列是分支P半随 P半随的话呢 是主换位 负变号 主对角线换位置 负对角线的这个变号 这是二阶矩阵 说独有的 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P的行列是等于E 所以那个没了 然后呢 去把它算出来 这计算能力 还是一样的去念它 第一行乘以第一列 是吧 第一行乘以第一列呢 它就是 这个2的那啥 就直接的第一列 就扩大2的N-A次方 就相当于是列变换 这个计算的 总而言之 平常能夺去念吧 多念的话 你才能够算得 自己心里有谱 第一个减去第二个 是吧 就是2的N次方 减去3的N-1 是吧 然后那个啥 这是后面的那个 2乘以3的N-1 减去2的N 是吧 OK 那这个乘是2的N-1 那个啥 减去是吧 就是3的N-1 OK 那最后一个呢 是2乘以3的N-1 减去2的N-1 OK 好了 那A的N-1次方 也出来了 所以最终呢 你就可以得到 你要的那个什么 你要的那个 A N B N 这是A N B N 就是 那个啥 就你乘上2的N次方 减去 对对对 我们查一下吧 减去3的N-1 这是2 3的N-1 减去2的N 那2N-1 减3N-1 OK 那2 3N-1 减去2的N 减去 OK 好 然后A1 A1是那谁 是1 B1 B1 那是负1 好了 那 算点 当于 第一行 这个元素 减去那个 2的N次方 减去3的N-1 我可以减 2乘以3N-1 减2的N 好了 那 提出来 2的N次方 加上2的N次方 2的N加1次方 是吧 这是负2 负3 所以是负的3的N次方 然后BN BN的话呢 是2N-1 减去3的N-1 然后再减里面 是吧 一样的啊 2 3 N-1 减去2的N-1 OK 好 这样的话呢 2的N-1 两个 两个的话 就是2的N次方 然后后面的话呢 减去 负1 负2 负3 是吧 负3的N次方 OK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 A1 BN 就被算出来 好了 然后那里去验证一下 是吧 N从1开始 这整个都是对的 看一下这个吧 是吧 A1 A1是 4减3 还最好是个1 是吧 A2 B1 B1是2减3 负1 好 这个77 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啊 所以它这个题目的话呢 应该属于 一种这个命题的一种方向 就是把 这种 简单的这个组合的关系 把它写成 矩阵的形式 然后用相似的角化 来 解决这种地推的 啊 就是像一个无穷地向的 这种说法 我看你这种方向的 我看你这种方向的